哈喽大家好我是有意无意 今天小卡要吃包子 所以呢我打算先发点面 然后晚上包包子 我一般是放600克的面粉 放到料理机上 我一般是放10克的酵母和10克的白糖 然后把它归零 加入300毫升的那个40度左右的温水 用筷子搅拌搅拌 让这个酵母和糖溶解 把水慢慢加进来 把这些都加进去 差不多要成熟了 这样就差不多成熟了 然后把它关掉 给它放到这个盆了也行 把它团一下团一团就行 带上保鲜盘 这个面已经发的很大了 可以现在就用了 现在开始准备包包子的馅儿 西芹和猪肉做包子馅儿 这个西芹是上次买的 也是九毛九一一颗 挺便宜的 把它刀子切一下 用脚馅儿机来打碎 就打完了 做这个面 要打碎了 甜好了 这个是我煮的那个花椒和大料水 现在把它打碎了 然后用它把这个肉馅卸一下 搅拌 要不然它比较干 为了让肉馅爆团 我要打理个鸡蛋 有的人是光要抢 继续搅拌肉馅 就是绵糊一点了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要放调料 放点蚝油 少放点五香粉 然后放一勺糖 让它甜点 让它去鲜 然后盐 这个盐不咸 放两勺了 为了这个肉馅的颜色好 可以放点俘虏汤 可以放也可以不放 少放一点 你看放点俘虏汤的颜色 变得稍微有点红色 要不然这肉馅有点白 其实也不准备 这是我刚才切的姜末 多放点姜好吃 葱 也得多 多了就少倒点 好了 好了 等一会儿油烧热了 往那个葱姜上面一搅 然后给它倒到葱和姜 这边就给它和一下 肉馅拌完了 这个是刚才搅的那个西芹 我给它把水给转出去了 倒到里面 还不少馅呢 有点多了 包不完呢 看来 出树啊这会儿 算了 就刚才搅的这些 油差不多了 做成成条 这是中间吗 放开 有的大有的小 不太均匀 你这样切的 切的怎么还不好呢 不均匀 有大有小 我擀包子皮不是很好看 就是两边包中间厚不好了 我怎么感觉你擀包子皮这么高 好坏呢 这个就是洗的部分 有点干 中点厚的不行 包子好吃不在褶上 是在馅上 哈哈哈哈 但是包子不得捏出来 屎爬个褶吗 捏不出来 我没有那功夫 那你能捏出来多少个 我就随意 你看 就这么随意捏 能捏多少是多少 我从来没有 就是说 哎 数多少个 看 好了 包完了 24个大包子 但是我包的不太好 还剩这么多馅儿 一层八个呗 嗯 是 一共蒸三层的 嗯 搭成了一个太阳花 哈哈 点儿 再撒点油 要不斩也好看 可以了 盖上盖 然后呢 小火 放试着小火 往上去以后 开了 往那大火上 15分钟 15分钟到了 现在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呢 一般我是不马上把锅盖揭开 再等十分钟再结 又过了十分钟 把锅盖掀开 包子就蒸好了 还好哈 但是呢 今天面货的有点软 这个包子折 没太占住 不过也无所谓 包子蒸好了 准备吃饭咯 一共是三盘子 包子 然后我做的小米粥 这是蒜 酱 还有花生米 面越柔的越白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老卡看那包子行吧 好 但是你还没吃 你好什么好 我做啥 他都知道吧 他都说好 拍马屁还不贵吗 确实好 不用拍 好 好 那有醋 苹果醋 拿点那个蒜酱啊 好 我是咬口来夹呀 挺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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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动吧 好 好